苹果真惨在这个时候办发布会 时间已经公布了 他其实应该说我就不办了 可能还好一点 办了以后真的是蛮惨的 然后另外一个更惨的消息是 i12 法国要求苹果停卖i12 这个我们昨天有告诉大家 最新的消息对不对 因为什么 电磁波 电磁波说实话大家都很怕 对人体有害 所以说实话 虽然这个法国 这个美国的产品 法国该禁还是要禁 现在可能真的要把它禁掉之外 那因为跟人体健康有关 所以德国也要审查 法国监管的机构的决定 然后西班牙可能也要跟进 各国的这个消费者权益的 这个协会都跳出来 可能要跟进 虽然苹果说符合全球辐射的标准 但是法国也算是个先进国家 法国调查的可能这个问题也不大 所以对于苹果来讲是扼号 一个接着扼号 那我觉得苹果跟华为还真的是一个对照组 那我让介大使来谈一下 你觉得苹果跟华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还有华为现在它只是一家手机公司吗 我们要怎么来看待 华为这个目前在地表上 好像很难被定义的公司 我觉得苹果跟华为 第一个就是说格局眼界差距很大 华为看的是整个所谓的万物互联 看到是一个AI跟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然后产品都只是平台 那这个苹果只看手机 别的产品它不知道 然后它把这个手机的定位呢 定位的也不够高 没有远见 最近这个iPhone15被人家笑说 它把这个手机定位为好 最好的做电玩的游戏的一支工具 那所以它的眼界看得不够高 不够远 然后对于跨界的发展 它也没有 苹果曾经想要说 踏入这个电动车 就智能化汽车这块领域 可是没有做华为不但做手机 它也做电信 电通信是它起家的 再加上手机这一块 然后它现在跨界到这个 所谓的智能汽车 智能座舱 这种把汽车的将来的驾驶也好 内部的这些功能也好提升的这一块 然后华为还去做什么 我们上次讲还去做什么 跟这个叫什么跟茅台合作 推动所有的产业的怎么样 所谓的数位化 然后把最新的观念 把产业这一块也自 由华为的力量把它拉进来 也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盘古 这个大 这是叫什么 AI大模型这里面 它是非常宏大的一个计划 看到的不只是横切面 横面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什么领域 所以他说有一句话讲得很对 他说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条道路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旷野 一片旷野 这就是华为跟苹果的差异 苹果看到的一条道路 可是道路以外的这个旷野 他没看到 另外一个 华为看到的是 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 苹果只看到眼前 所以你看他从苹果十二 到现在苹果十五 人家就说没有升级 他没有创意 华为今天的Mate60 Pro出来 卫星电话出来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闪叫什么 新闪的 他可以超级互联 对这些东西 苹果有吗 都没有 所以因为苹果没有要搞万物互联 他要这些新闪干嘛 他就是YouTube该 他就觉得很够了 然后打打手游 打打这边搞一些新的手游 在上面玩一玩就好了 然后壳子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用 现在用什么 泰和金 全通信 全娱乐 这没有什么 没有远见 那回过头来 我就说这个欧盟搞这个补贴 我就讲一个例子 他这个凡德莱恩越来越不做功课 他那个是很专业的 他叫commission 他是一个专业的 等于就是欧盟如果有一个行政院 他是行政院长而已 commission of the chair 事实上最近比亚迪在德国 卖了一款车叫海报 sail 你知道他定价定到四万九千块 多欧元一台 他是锁定 锁定这个 Tesla在欧洲要推出来的 Model 3 新款的Model 3 新款Model 3 大概在欧洲 他打这个大概是四万三千欧元的 你知道这一款 比亚迪的这个车子 在中国卖多少钱吗 接近半价 一半的价钱 那也就是说 什么叫补贴你知道 所以他这个叫反补贴 他补贴都搞不懂 补贴就是说 我国内市场卖五万块 到欧洲市场卖两万五千块 这叫补贴 哪有说我在国内市场卖两万五 到国外卖五万 这叫补贴吗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樊德兰连尝试都没有了 这个人可以下台了 那这个基本上是法国要求的 德国是欧洲现在电动车的主力 德国人这个消之 在这次慕尼车黑车展以后就说 请大家 请大家不要怀忧上志 继续努力 还有点希望继续干 德国人现在干嘛 Mercedes-benz 跟中国的长城合作 然后呢 要生产一款叫mini mini事实上是被 B&W我讲错 B&W它事实上是 它已经把mini 英国的mini并购了 他们要生产一款mini的电动 纯电动车 这mini的主要厂在英国 然后呢 英国的这个贸易部长 已经出来讲话说 我们绝对不会排斥任何 不在我们欧盟或者英国产的电池 意思就是什么 已经替中国的 不管是今天宁德时代 还是比亚迪的电池 它已经开门了 因为技术必须要依赖中国 所以德国跟中国的这场合作 到英国去生产电动车 跑到欧洲来卖 所以你看德国也承认了 没错就是用中国的5G 它一定要 没办法 因为说实话 那个大千是气管专家 我们常常讲一个 过去我们看这个气管 这个有一个 你任何一个公司 任何organization 你要进步的话 你起码要12%的 你这个营收的存力 你要投入R&D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门槛 你没有的话 你就没有未来 那华为是25% 对25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华为才有未来 它的R&D是一个公司的收益的 25% 那这个公司现在不是说把美国打败 现在已经超越欧洲 那欧洲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挫折感 因为这次他们在这个 慕尼黑的德国车展里面 德国的商业都看说 这个哪是德国车展 这是中国车展吧 对对对 所以到此刻为止 华为可以说是一家 这个地表上无法被定义的公司 对不对 它从大的到全世界各国 去帮忙这个建造这个5G 它是5G的一个设备商 那小到我们的手机 个人娱乐等等 它都有 那看得很广 然后它专注在技术上 不管是它的星闪 它的盘古大模型 它的鸿蒙系统等等 这个部分要感谢美国 被美国西方逼出来 中国人的聪明脑袋 实在是太多了 华为好戏 一台接一台 大家继续看下去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锐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